互聯網帶給我們自由 我們可以藉著網路進行社交、創作藝術、開展事業和監察我們的政府 但這些不是偶然得來的 互聯網是全球的科學家和工程師 在沒有受到任何來自政府的壓力下 在一個開放、廣泛、兼具包容性的交流中誕生的互聯網這個本質 不應該因任何人、任何機構而改變 但現在有個由政府操控的國際機構想改變這個遊戲規則 他們在未來的互聯網會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這個機構叫國際電信聯盟 簡稱ITU ITU邀請了世界各國政府在今年12月召開一個會議 這個會議將決定互聯網的發展和管理是否由政府主導 ITU認為網絡上自由開放的言論空間可能會為政府帶來管治風險 這就是他們要召開會議的原因 但互聯網不是屬於任何人 是由世界各地的網絡集合而成 任何人都可以自己鋪一個網絡出來 互聯網的發展 建基於開放的交流 任何政府和企業都不應該主宰互聯網的發展 所以我們反對ITU ITU是一個過氣的機構 不是CD或者轉盤式電話那種 而是好像電報那種過氣 ITU在1865年創立 原本的名字是國際電報聯盟 ITU的決策和互聯網最不同的是 它不是基於科學家和工程師間公開的交流 而是各國政府在一個閉門和不透明的情況下 投票表決出來 如果各國政府比ITU享有更大的權力 比ITU對互聯網指手畫腳 我們就回到由上而下 由政府主導的傳統管治模式 而不是現在這樣 由下而上 以人民為主的監察治理模式 而這正是互聯網能夠改變世界的原因 這只是開始 ITU的運作不透明 提出的草案也不會公開 還要是一個一國一票 少數服從多數的制度 但是各國政府的代表 是不是真的可以代表他們的國民做決定呢 這些關門投票的人 甚至不了解我們在網絡上到底在做什麼 就想代表我們決定網絡應該做什麼 然後定好所有規則 要我們遵守 那麼ITU在今年12月舉行的會議上 會表決什麼呢 ITU會提出 政府可以基於一些空泛的理由 切斷人和網絡的連線 甚至有一些違反國際人權準則的建議 包括賦予各國政府 更多權力監測和管制互聯網的信息和流量 可以擴大垃圾信息的定義 直至合法阻止任何內容流通 都可能受到禁制 針對網上內容供應商的條款 會被用來約束互聯網的使用者 這個可能會提高發展中國家 在網絡上得到資源的門檻 迫使一些負擔不起費用的網站 關門大吉 但是真正令人擔憂的是 最大力支持ITU的國家 正正是最出力審查互聯網內容的國家 在俄羅斯 上載一條反對政府的短片到YouTube 就足以令一個人坐上兩年牢 在中國 你甚至沒辦法上Facebook和Twitter 這類主流社交網站 伊朗目前也試圖建立自己的互聯網 和電子郵件網絡系統 確保能夠完全支配國內民眾對互聯網的使用 其實ITU也有一些建築的 他們一直協助發展中國家建立電信網絡 和擴展高速寬頻連線 的確 現在的網絡管制模式並不完善 美國在互聯網發展的影響力過大 已經超越了它應有的範圍 但是 我們是可以修正這些缺點的 開放無實由下而上的管理 這是互聯網的優點 今年12月 我們的政府會走在一起 投票決定互聯網的未來 結果是怎樣? 取決於我們自己 取決於世界各地的網絡使用者 告訴你們的政府 要堅持開放網絡 如果每個看過這條片的人 都和他們的政府表明自己的立場 我們就有機會扭轉局面 請幫助我們將這段影片share出去 和來網站發表你的意見 然後立刻聯繫你的政府 讓我們通過互聯網匯聚全世界的聲音 令互聯網可以借我們的力量去保護它 告訴你們的政府 你們反對與互聯網有關的政策 交給ITU處理